女駕駛站在路邊氣衝衝的對著剛抵達的遠景抱怨 她指控翼嬌態度超級差 翼嬌也靠過來雙方都想要討個公道 警方先安撫好情緒後跟女駕駛好言相勸 告知她紅線本來就違規停車 能不停就不要停 事發就在高雄中華路上一間知名家居店外面 知名女駕駛當時開車停在紅線 準備要再買完東西的父母 翼嬌看到後也靠過來說這裡不能停車 雖然女車主千拜託萬拜託 但翼嬌就是要女車主現在離開 雙方因此發生衝突 警方到場後女駕駛解釋事情經過 還指控翼嬌的指揮棒差點回到自己 警方也回覆女駕駛紅線本來就不能停 不開走的話主要拖掉走 女駕駛才死心離開現場 女子的部分他們是認為說臨停是沒有關係的 對這個翼嬌大小聲的部分 因為他還沒有到涉及公然五路的部分 所以雙方就是都沒有提出任何法律上的行動 為了紅線能不能臨停 女駕駛跟翼嬌互相槓上 警方出面主持公道澄清紅線禁止停車 還給被控訴的翼嬌一個公道 也讓女車主了解到 貪圖方便亂停車是不被允許的 記者吳郭甄李晨諺高雄報導